特别企划 圆梦专长 他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种机会 归你辛苦了 要分清楚什么是梦想 什么是幻想 还能设立梦想 这是积极的 不是所有的梦想我都要支持 我觉得宋大哥 这现在是自私的一个状况 我当时就感觉真好 来 站着说话不要痛 只是为了糊口而已 我不看着你在说啥 你给了我很久没有的力量 就是说我有我的看法 你有您的看法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您的看法 我在说 您没听过还不到一分钟呢 急死了 我这听完特别懵 因为我想说透了 拿着梦想做旗号 给别人洗脑 给自己开路 那我觉得是对于梦想这个词 最大的贬任 今天我们依旧为您带来的是 非你莫属的特别企划 圆梦专场 在职场当中呢 有很多人 他一直以来 对于自己有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似乎遥不可及 但又似乎 浸在手边 可是 该圆梦吗 一向以冷静著称的 徐磊先生 你支持圆梦吗 我当然支持 我非常支持 对于梦想的追求 那我想问问 和你会不会形成鲜明对比的 就是徐梦良 选的支持 你肯定的 像你这种打鸡鞋的企业家 必须 你一定支持 我阶段性不支持 因为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职场需要脚踏实地 先开始再说 说实话我不太支持 所谓的梦想太奢华了 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 怎么样把家去养好 大家的观点不太一致 我们也会对这个问题 展开持续不断地探讨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 这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别人的声音 自己的音乐 我们的梦想 应该是个音乐人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浪漫的梦想 而且我今年的梦想 我的小梦想 就是在今年发一张 对人的原创专辑 祝你早日梦园 好 谢谢 追梦这件事情 听从自己的内心 来吧 让我们掌声 请出这位 可能有着音乐梦想的求职者 闪亮能场 宋友文 43岁 北京东方研修学院 物流管理专业 大专学历 大家好 我叫宋友文 来自北京密云 今年42岁 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 本人喜欢唱歌 爱好模仿 想在《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 找一份跟音乐有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您宋先生 欢迎来到《非你莫属》 库尔特老师旁边坐着一位 漂亮的小美女 她是您的什么人 她是我女儿 你闺女都这么大了 不很正常吗 22不就可以法律年了结婚吗 我姓宋叫宋琪美童 姑娘今年多大 我今年18岁 读什么 中专 体育方向 哪个项目 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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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库尔特老师要注意了 你要是对人家求职者 有什么不恭敬的话的话 今天可真就是 你在舞台上的绝唱 对 那大哥得许便说 说什么都是对的 好的 您刚才这个开场埋这几句 特别地愿意走大折 而且说话朗朗上口 寻求一份和音乐有关的工作 您是学过曲艺吗 没有学过 就是垂属于个人爱好 从小就喜欢模仿 比如现场演员呀 谁呀 马三立老师 来两句我们听听 一向老师来点混响好吗 来点混响 对 没问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今天好 我叫马三立呀 这一块挣多年了 也不知道大伙人想我不 想 谢谢大家 好 我父亲从小就喜欢听一向上 然后就我是受他的心头影响 父亲做什么的呀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母亲也在家务农 那您小时候这种文艺的爱好 家里人是支持啊 还是说不支持 家里人一直就反对我 他们就认为这是不务正义 我觉得在不耽误正常的生活情况下 可以有一份爱好 彷彿一下乐运文化 何乐而不为呢 我那么想的 您平时爱唱歌 爱唱歌 出专辑了吗 出了三首了 三首了 潘超您有几首 不完全统计十来首吧 十来首 而且巧的大卫老师 我在学校念的专业也是环境 也是环境 对 哎呀足以看出 他们这个专业好像都有点不务正 都是有点兴趣爱好广泛 兴趣爱好广泛 现在发一首歌多少钱 便宜的也得几千块钱 便宜的还得几千块钱 潘超 你们现在这个发歌的大概费用是多少 这个全流程来讲 从最初的这个词曲创作到编曲制作 混完之后上平台加上宣发的费用 可能在五万到十万之间 那像您这个都是自费吗 对 都是自费 您是做环卫工作的 对 今天穿的这一首是环卫工的这个 就是我们单位的工作服 你的这个日常工作节奏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早上我们就是三四点桌就开始出班 三四点桌 然后中午就十一点就可以收班 中午吃饭饭能补一会儿叫 补一会儿 下午一点半到五点 下午还有 还有班到五点 您是算具体哪个领域的 就是普通的一线的扫地工人 在您的工作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 让你感觉到不太舒服 或者委屈的事情 有吗 还真有一次 有一次就说在工作当中啊 跟那个路人 有了一次摩擦碰撞 然后他就说 臭扫地的 脏死了 我的心特别揪的 当时我也回怼了他几句 我说职业不分高地贵贱 只是分工不同 每一份职业都值得被尊重 你可以看不起我 但是你不能侮辱 我这份工作 我这样说他 所以我明白了 您的这个关键词 别人的声音 一个是小的时候喜欢音乐 家人可能反对 再一个就是 这份工作可能会听到一些 略显刺耳的别人的声音 对对对 那对于音乐 它是一个什么 是您的梦想 还是说您转换自己人生跑道的 一个跳板和机遇 我觉得啊 现在已经是42岁了 把它当这种爱好 一直延续下去 这就是我的梦想 你觉得爱好能成为营生吗 努力的话 再加上这个运气 我相信也可以成为 姑娘是学这个体育的 对对对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没有 没有兴趣爱好 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那你毕业之后想干什么呀 没有什么目标 你十八岁 这么年轻 这么好的年纪 除了摔跤 你觉得自己最能干的事是什么 有没有 没有 那我想问一下 摔跤是你的爱好吗 不是 你这么明确就回答我不是 对 那摔跤是什么呀 专业 我看资料里头 写了这样一段话 爸爸自费出歌 家里人还是反对的 但是你却非常支持 对 你觉得他是不务正业吗 不是 因为他的本职工作 他也做得很好 所以不能算是不务正业 你还出去打工赚钱 资助爸爸出歌 然后你平时打工一个月 能赚多少钱 五千 然后你现在一共拿出了多少 给你爸去资助他的音乐梦 五千 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工作 我很难或者很少见到 在你们的这样的关系下 孩子会这么地支持父母 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能跟我说说 你怎么看待老爸唱歌这件事 我从小就知道 他特别喜欢唱歌 然后我也一直挺支持的 我自己就是愿意把钱给他出歌 是因为他也年纪挺大的 他可能也就有这一次机会了 我想让他完成他的梦想 想给大家一个就是 能够得着的平台 他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种机会 每次女儿把钱交给您 让您去发歌 您是什么心情 我感觉特别对不起我闺女 每次其实一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都感觉我心里特别难受 在她的年龄 正是那个爱穿新衣服的年龄 而且爱打扮年龄 她可能都忽略了这些 把她很多钱都留给了我 我现在一提到这个 我心里边都 但心里边不舒服 所以说我不管我以后成不成功 我在这里舞台上 我说一声 归你辛苦了 会有人觉得您自私吗 这个我倒没感觉出来 可是我现在就隐隐约约觉得 你虽然感谢她的付出 但是你仍然决定要坚持地走下去 是吗 就是我想找工作也是 就是想就多认一些这方面的老师 我是这意思 然后在我这个业务上 能够更上一层楼 你看我们今天的专场叫做圆梦专场 那如果不能圆梦 你还会去为了这个音乐梦想努力吗 我会一直走下去 我不为别的就为我闺女她的付出 不管何去何从 我都要坚持下去 可是你坚持的意义 需要她后续继续不断地给你投钱 然后最后你还是干着环卫工的工作 然后还是把钱花在发歌上 你觉得作为一个父亲 会不会有一种 但是我是只拿一部分钱 还是留一部分的 你会放弃本职工作吗 我暂时不会放弃 许磊这个时候 我再回过头来问你 你支持圆梦吗 我依然是支持的 要分清楚什么是梦想 什么是幻想 梦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的 幻想是要靠别人给予的 而至于这个梦想 能不能给你带来优厚的生活 对很多有梦想的人来说 那并不是最重要的 这才是真正的梦想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大哥身上 我是能看得到这种梦想 其实两哥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 他还是不务正业 第一 如果你自己的梦想 你用你自己的钱 用你自己的时间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现在反而是孩子 现在拿出钱来供养你 这个四十几岁的老爹 第二的话 你去唱歌的时间 如果你哪怕你再去做一个 其他的兼职 你是不是能够叫孩子 这有更多的选择呢 我反对库老师 你这个有点过于偏激 作为一个八零年代的人 他到现在还能为了自己的爱好 还能设立梦想 这不是好事吗 文正 这是积极的 我觉得宋大哥 这儿现在是自私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支持梦想 但是在这位先生身上 我头一次发现我要反思 不是所有的梦想 我都要支持 为什么 因为梦想是要有支撑的 其中可能需要经济 他有啊 他不放弃本职工作呀 对呀 他很理性啊 但是他的本职工作 无法支撑他的梦想 需要他女儿过出来 所以他现在才要转变 他女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梦想 我现在都 他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现在阶段 他不敢有他自己的梦想 来 我们问一下美童 你觉得你爸做这事 咱就用一个词形容 你觉得老爸靠谱吗 不靠谱 大点声说 不靠谱 为什么 来 宋大哥面向我 你大声地说 为什么你觉得你爸不靠谱 因为我之前问过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这哥儿 想出到什么时候 就是说 如果你找不到心仪的工作 你这个哥儿到底想出到什么 他说想出到他五十岁 还有七年 我不能接手 你们家现在靠谁养他呀 爷爷奶奶不用我爸掏钱 我妈自己也不用我爸 其实都是自己养自己 也就是我靠在家里人养 那你为什么觉得他不靠谱啊 他应该是一个 能撑几家的人 我爷爷奶奶也不用他养 如果注意一点点 因为他承担不起 就是说你觉得他没有兜底的能力 对 你觉得他现在是在自私的逃避 光去做自己的音乐梦 但是没为这个家未来 有可能发生的一些风险 去做任何的考虑和准备 对 你现在再回答我一遍 美童 你觉得你爸自私吗 有一点 宋大哥 从头到现在 我跟你两个字就自私 梦想的背后 是有逻辑的职业的支撑 它是有规划的 那么你的姑娘今年18岁 她都不知道她的梦想是什么时候 还来自补于你的这个梦想 所谓的假梦想 她爸爸的梦想覆盖了她 让她女儿没有敢有梦想 没有尽力来源 她女儿的梦想 现在就是幻想着家里别出事 因为一旦出了事 她爸都兜不住 这个我完全不同意 我理解的对吗 对 我完全不同意 为什么 一个从18岁 正好从未成年到成年那个过程 今天00后05后 确实有很多人是没有梦想的 没有梦想的原因 不一定是家庭没有给到足够的支持 而是因为家庭照顾他们太好了 他们没有那个压力 你必须在18岁的时候建立梦想 我认为人有梦想是没有错的 可是她只能让她爱好 她不是你的梦想 是的 你跟她女儿哭的 我认为那不叫感动 我一点都不感动 我觉得是她委屈 委屈 对 从我这来说 我觉得是感动 那是你认为 你自己以为 是 我最初也说得也好 在我不耽误正常的生活情况下 你的生活 不 我没打 我有我的工作 宋大哥 你的生活只是你自己吗 我不是说把所有的钱都去出歌 第一年当中我最多的梦想 就是出两三首歌 出歌的目的是什么 他能实现你什么样的梦想 你问过自己吗 先出示一下自己 我是那么想的 然后呢 然后就去 再一点点的来 为什么要 来什么 因为成功需要的 我必须要 努力未必成功 对 我也知道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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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成功必须的努力 然后呢 实现什么结果 仍让自己的家庭和收入有所提升 怎么提高收入 这个歌什么人会来买 不是买 我买的是 如果要是 要不去做这件事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触碰 你在做的情况下 才可以触碰到这些优秀的作品 好 那您觉得 您自己的歌 倒已经可以销售更多的价格了 养护你的家庭吗 我没说呢 若要那样的话 就不用说再去圆梦了 就已经 我 我觉得马瑞在严重误导 你就是把梦想定义为金钱 我并没有 梦想 梦想要实现一个目标跟结果 对吗 如果没有目标的梦想 那就是幻想 就是你刚才讲的是幻想 因为幻想跟梦想的最大区别 就是没有目标跟结果 暂停 他比如说我唱一首歌 我能够让这首歌被别人听到 这就是目标 这就是我说的一个音乐人的目标 而不是我这首歌卖给多少人 卖了多少版权才叫梦想 错了 那是你的认为 但是徐蕾 其实我今天我支持马瑞的 他的想法就是我要把这首歌卖多少钱 我买变我的生活 是的 所以我就说 可以往前走 但是马瑞刚才一步一步把他推到了那里 其实宋大哥你口口声声说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是因为为了我女儿她的支持我 那我想问问 你真的有问过你女儿 她是不是真心地支持你吗 你问过吗 问问不重要 最重要的她把钱 怎么不重要 她把钱资助我了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亮点 宋大哥你现在 老哥我跟你说一句 我跟你说一句实话 我问你的女儿 你喜欢听你爸唱歌吗 她说我烦死了 因为她不爱好音乐 但是我要问她 你为什么要支持她 她给的话是什么 你想听她自己说吗 你爱听你爸唱歌吗 不喜欢 你觉得你爸最后能实现他的目标吗 我也不知道 那我问一个问题 现在美桃 你爸唱歌影响到你们的家庭了吗 并没有 好 刚才宋永文一直说 我在不影响家庭的情况下 我在追求我的梦想 难道有错吗 龙泽 我想请问你看看美桃 你认为她没有受到影响吗 一个十八岁的女生 那是你的观念 受到什么影响 那不是她的家庭的观念 请问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 妇女身份的变换 这个父亲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而这个女儿就像一个家长 在付出自己支持自己的父亲 这是我看到的 太放大了 她其实一点都没有放大 因为我问过美桃一句话 我说在你们家谁做主 是爸爸还是妈妈 你知道孩子告诉我的事 孩子做主 在家里是我做主 很正常啊 当孩子成长到一定阶段 在家庭里头 孩子的话语权在越来越大 非常正常 但是我要反驳 雷哥的一个点是 想做主是我想做主 还是我必须要做主 这是个好问题 没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 或者女孩 希望在自己十八岁的时候 我应该要做家里的主 一定是被逼不 无破的时候 才能要做这个主 对吗 你先把这个命题给混淆了 他所谓的做主 是指什么做主 我现在认为 他一个月给他爸爸五千块钱 资助他爸爸的十千梦也 就是他做主 我们再问细一点 你所谓的做主 我觉得你在家里做主 很正常 是因为你受了高等教育 而你家庭可能过去 没有这么好的教育条件 在这个阶段 你在家里的你的意见 变得比较重要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然后我想追问一个问题 你现在对自己的梦想不清晰 是因为你爸爸在经济上 给你的压力吗 并不是 只是因为我也不清楚 我到底适合什么 或者我也没有什么 特别清晰的爱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这跟金钱没有关系 对于老板的不支持 我觉得也是我意料之中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事 就毕竟我现在是42岁了 也不小了 也该把大部分精力 要放在女儿身上 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咱们大家 吵了这么久 最根源在于你的音乐方向 这样啊 你现场给我们唱一首 我们也帮你判断一下 你将来这个慢慢来 你究竟能到哪儿去 好不好 好的 好 我们把舞台交给宋先生 来 一首原创歌曲 送给现场所有的老师 进行电视机前的朋友 愿大家都能够开心过好每一天 一千里迎春风 两日春风坐大观 三番五次冲大运 自己发财财露宽 五四海交贵友 六流大胜多赚钱 七星高照交望运 八方进宝堆成山 九五灯科生贵子 十节之美在人间 六月一天 六月一天 新月一天 喝不快乐每一天 放宽心态便是春天 愿意快乐似神仙 好 谢谢大家 你觉得自己唱得怎么样 也没发挥好 就是春天也不大好 我反正个人听起来 前半段我觉得没在调上 后半段好多了 我就问各位企业家 你们会给这样的梦想买单吗 会 不会 首先你们不觉得 他刚上来的时候 他声音就不具备唱歌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吗 我觉得他模仿马三立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唱歌是完全 我觉得第一次 我模仿唱歌也是没 也可以 你还可以模仿明星 没给您展示的 你展示 你来两嫂子 来两嫂子 其实我过去也学过厨师 我觉得 这个唱歌跟厨师里边的 佐料还有关系 你比如说 你要加点醋 它就有点像阿渡 我躲在这里 手握着香槟 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这感觉 然后再放点那个胡椒粉 就是这样 你的脸 有几分憔悴 你的眼 有残留的泪 你的唇 美丽就要疲惫 在这个基础上 再喷点芥末油 我这里 Oh my baby 你可知道我无法后退 让我苍白憔悴 伤痕累累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块肯定比他原创 要有彩一些 但是整体我觉得 我还是不会 好 我一定会支持他 因为谈到梦想 就是最开始 他说了一句话 就是他父亲 当他说他是不务正业的时候 我也同样有此 就是父亲对我的评价 所以我听到之后 我几度哽咽 但是我觉得 对于唱歌本身这一部分 我实话实说 你可能不是特别适合 那你为什么还支持 但是从马三立那段开始 我觉得他是有才的 他现在的话 模仿马三立也好 或者他刚才的这个 模仿的这些歌手也好 你作为企业家 会给他开薪水吗 目前不会 但是不代表他 以后不能往后走 我懂了 你这个叫口慧而实不至 就是嘴上 我精神上支持你 但是肉体上我很诚实的 我不会顾你 是这个意思吗 大卫老师是这样 因为很多时候 是分阶段的 你要告诉我 作为企业家 你给他留岗 你最后拿什么去考核他 你怎么给他定薪酬 因为他今天来到这儿 是要找全职的岗位 全职的岗位 意味着入职 意味着有底薪 意味着有绩效 如果他达不到你的适用期 三个月都待不满 他回去了以后 还卫工的这个工作 没有了 他的家庭怎么办 因为我们企业 没有这样的岗位 那不就得了吗 今天围绕你身上 我们谈了你和孩子的关系 谈到了你作为男人的家庭责任感 也谈到了你的这个梦想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企业家 愿不愿意给你岗位 来 有请各位做出选择 祝贺你宋友文 还剩一盏灯 进入谈前不伤感情 有请董文正 国语智慧集团旗下有文旅项目 有学生的游学营 我给你的岗位是游学营的领队助理 需要不怕苦 需要有些才艺 需要出差 薪资是5000加营主 会远远超过你原来的薪资 工作地点在哪里 总部在北京 出差在全国 所以我们考虑一下 选择国语集团 或者谢谢再见 计时开始 时间到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这个岗位 好 祝贺董文正 祝贺宋友文 去跟企业家握个手吧 希望能成为梦想 但是职业跟梦想是两码事 好的 谢谢您 谢谢 宋秦美童小姐 你对于父亲今天的这个面试结果 感到满意吗 满意吧 为什么犹豫着回答我的问题呢 因为现在 比较稳定一点他的工作 以后的话就不知道了 就未知了嘛 好 今天您的面试到这里也结束了 但是今天你站在这儿 我觉得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讲 你应该回炉去更多地关注一下你的家庭 对 但是主要我觉得能多挣一些钱 不也是挺好的件事 我跟他多沟通 谈谈心 多了解女儿 好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卫老师 爸爸其实挺爱你 也不希望你太颠簸了 就想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 多赚一点钱 然后多给孩子添乎点 多攒一点 梦想这个东西是美好的 但是对于能力不足的人来说 梦想和志向会是你一生的拖累 有哪位企业家 又有多少企业家 会像董文正先生一样 愿意为梦想买单呢 显然就像舞台上最后的这一盏灯一样 恐怕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个位数 我特别担心这期节目播出以后 还会有很多年纪不小 却没有任何的过硬生存本领 却拿着梦想招摇过世的人 所以有时候 你能不能拿到岗位 不能祈祷 你一定会遇到 愿意资助你实现梦想的企业家 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 当时有感觉真好 来 站着说话不要疼 只是为了唬唬而已 我不看着你在说啥 你给了我很久没有的力量 就是说我有我的看法 你有您的看法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您的看法 我在说呀 您没听到还不到一分钟呢 急死了 我这听完特别懵 因为我想说透了 拿着梦想做旗号 给别人洗脑 给自己开路 那我觉得是对于梦想这个词 最大的贬义 来吧 让我们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一天四份工 有人撑腰 我觉得应该是个女生 她应该是个挺快乐的小孩 年龄不大吧 家庭条件不好 我看到一天四份工的话 我就觉得她没有核心胜当力 可能她到现在为止还是迷茫的 好 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求职者 吕晶晶 38岁 破家线职业中专 计算机专业 中专学历 各位企业家们 大老板你们好 主持人大北老师你们 你好 要不然重新再来过 听我的 继续说 好的好的 我是来自河南省新乡市 一位多职宝妈 我叫吕晶晶 今年是周岁38岁 虚岁39岁 那么今天我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与多媒体或者是互联网 自媒体有关的工作 或者是酒店管理也可以 谢谢大家 欢迎你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的这个衣着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这是代价的工作装 对 酒后代价 是吧 一天四份工 对 那三份工是什么呀 早上的八点三十分呢 要去做二手车销售 然后下午四点下班呢 做线上直播带货 时长是四个小时 然后九点下播了以后呢 再去做酒后代价 到凌晨的四五点钟 或者有时候天都已经亮了 然后但是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 每天睡眠时间大概多久 基本上在三个小时左右 这个状态持续多久了 从2020年持续到现在 你每年有做定期的体检吗 没有 我强烈建议你 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之下 一定要定期的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我觉得我的身体素质挺好的 就是我身体挺棒 我是为你的孩子考虑 好的 谢谢 下一个问题可能有点扎心 你欠了多少外带 你这么拼 其实也没有多少 现在已经还完了 就是我个人背的债 我已经还完了 怎么叫你个人背的债 因为我全家都是做婚庆的 到年底的时候 正常的话 该有很多活要去干 19年 记得是2月27号买的车 然后3月15号检查怀孕了 然后当时我就都蒙圈了 养孩子不是那么容易的 尤其是家里边 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这三年 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说 不管是经济方面 还是生活方面 都有很大的冲击 我的家庭也不例外 来 把你的右手举起来 手背冲钱 手心冲自己 展示给大家看 你两个孩子 为什么戒指这么大呀 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可以 因为我要的就是你不回答 对 因为在你的报名表上 你写了已婚 但是联系人 你只写了你的母亲 你说你家里遇到了 很大的变故 好像所有的担子 都压在你身上 差不多 他呢 因为投资失败吧 算是吧 他失败了 然后的话 需要有很多债务去偿还 他自己欠的 自己去还 但是就是顾忌不到 我和孩子 父母这边了 就所有的担子 可能就压到我一个人身上了 最高峰叠加 你就每个月 你睁开眼 要还银行多少钱 最高的时候算过吗 从2020年到2021年的夏天吧 大概我每个月的固定开销 是一万一到一万二 就每个月 我需要这么多的花销 去维持我这个家庭 谁都有几个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你张嘴 他就不会给你掉地上 就知道你有困难 会主动把钱借给你的 能还还 不能还 这钱不要了 就这样 你这个有人撑腰 是工作当中 还是你刚才指的 借你钱的钱吗 都有 有一次 我还是第一次 开那么贵的车 Alpha 商务车 到地方了以后 两个人可能喝酒喝多了 就在言语上 就是有点骂骂咧咧的 在付钱的时候 需要扫码收费 然后他就去拿我手机的时候 就抓住我的手 就拉扯嘛 就上来就有一把 又把我推翻了 当时我的特别害怕 我就在群里发了个 救我 然后离我最近的 大概有二三十个吧 我的兄弟姐妹 骑着电动车都全部来了 我本来没有哭 就觉得害怕 但是我没有哭 但他们来到我身边的时候 不行了 哭得要命 哭得稀里哗大了 好像就像就是小孩 终于找到妈妈了 我的娘家人来了 警察过来以后 我就处理了 然后我当时有感觉 真好 其实你现在说的时候 眼睛就在不断地变湿 对 谢谢 有一天晚上你接了一单 这一单在你们当地的郊区 很远很远 然后你把客人送到了以后 骑小电动车 回去的路上下雨了 周围连个人都没有 都是荒草 你骑着小电动 临着雨往回赶 你觉得那条路是通向梦想 还是通向生活的琐碎 对我来说 就是生活 可能人需要一个临界点 所有的委屈都会爆发出来 你还忍着了 你很多事情都是憋着 从你走下来 阳光大方 然后怕自己开场白说错了 还很贴心地说 我要再说一遍吗 没事你想哭就哭 你忍了这么多 你图啥嘞 其实就是说 很多人都问我 就是说 你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情吗 有 我也有梦想啊 但是我的梦想 我会在我心底最深的地方 给他留一个 这么小的地方 好 有梦想就可以了 你现在告诉我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特别喜欢旅游 也特别喜欢跳舞 特别喜欢唱歌 现在呢 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 看见我两个孩子 健康成长 把这个家撑下去 对 让他们在好的环境下 健康成长 不让他们缺什么 你觉得生活和梦想 可以兼容吗 不能 那错了 如果生活和梦想 不能兼容 那你为什么要来到 非你莫属 我们今天圆梦这个舞台呢 来 不哭了 知道你也很委屈 养两个孩子 还有家里的老人 你不是让我哭一会儿了吗 你咋说话不上话呢 其实你挺棒的 你知道吗 另外按道理说 我作为男主持人 我来抱一个女嘉宾 其实不太合适啊 但是我却突然觉得 你比我们很多男性都要强 我觉得我作为老爷们 应该给你一个 非常坚实的拥抱 给你一种鼓励 给你一种勇气 告诉你 在生活当中 其实不分性别 你是最棒的 不哭了 好不好 谢谢 我的衣服都已经湿了 其实我就想问一句 你抱够了没有 我抱够了 久违的吧 久违的抱抱 因为平常可能家人在一起 除了跟孩子拥抱 很少 很少跟其他人就拥抱 就是很意外 但是确实很温暖 真的 刚才画面感太强了 好像我觉得我每个人都是 好像有一种心底的一种情感 就出来了 可能过去的这三十多年里 生活没有加注在你身上太多 能够让你圆梦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 今天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你有这个机会了 谢谢 所以刚才我说 生活和梦想其实是可以兼容的 你的经历跟我的经历 如出一辙 你最高一天打几分工 六分 都干什么 从早上起来了之后 是去给新娘子化妆 就十点钟的时候 去给学生们上课 六七点的时候 去专柜的柜台卖化妆品 到了晚上的时候 去夜场里面 去给别人化妆 回到家 然后开始拍短视频 拍完短视频了之后 然后还得直播 你一天睡几个小时 我一天基本上睡两到三个小时 包括持续到现在 也是如此 注意身体 这一个点呢 就是我特别支持你现在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 就像身边的人去 叫你要注意身体 叫你要养生的时候 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因为他们现在有能力 有资格说这句话 但是当我们处于浪的一个时期的时候 我们要去改变我们当下的一些阶段的一个时候 一定要相信自己 一天不管两份工也好 四份工也好 这是你当下以你的能力 唯一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 一直给自己浇水 就一定会开花 加油 简直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 首先第一个的话 你虽然在做着六份工 但是你都是在围绕着你的主业在做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的选手 他是适合完全不同的行业 对 他的工作其实只是为了糊口而已 这就是我为什么我要支持他的一个状态 第二点 我要去否定你的一个观点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工作经历 所以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你在说啥 但是一个重点是什么 是因为为什么我要给你力量 我要告诉你这些东西 是因为我要去帮你梳理 因为我会给到你一些东西的 所以今天你来到菲尼莫属 我认为是对的 因为可能接下来 你能够找到一份 能够让你持续发展的工作 但是那个曾经 我就是觉得你很棒 你每天打四个工 哪怕你打不一样的工 你也很棒 因为你有四段不一样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你 你给了我很久没有的力量 我觉得是这样 我刚才是从头哭到尾 但是我想说 苦难不值得赞美 我们现在应该是梳理 它的核心竞争力 就在刚才 我拿着手机 给四家企业已经发了信息 但是我就在想 我如何一句话介绍她 擅长什么 需要什么 喜欢什么 我希望精心思考一下 对于今天的求职者 吕晶晶来说 她做的这几份工作 差别比较大 让我们比较难判断出 她的意向岗位和她身上 所具备的潜能究竟适配哪些岗位 大家看一下她的意向岗位 来 酒店管理 你怎么想干互联网呢 最好是时间可以 只是因为互联网时间自由吗 多劳多得 时间自由 所以是不是还是间接地说 你还有其他时间 想干其他的事呢 并不是 因为我大女儿七岁了 今年刚上一年级 我可能会着重把一些 就是分出来一点时间 会放在孩子的学习上面 孩子的教育下 对 所以这也间接说明了 你期望的工作地点 要要求在河南 对 除了河南你考虑吗 暂时不考虑 暂时不考虑 好 那个现场没有一位 河南的企业家 但是现场有一位 河南的观察员 但是作为河南人 我得问问你 你有什么才艺吗 有 你总不能现在 给我们来个代价吧 唱戏 唱黄梅戏我也不是专业的 我只能说 我是代价里边唱黄梅戏 还凑合着 哦 那好吧 我们就不多说了 来 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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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新鮮啊 我靠庄圆不为把明显 我靠庄圆不为做高官 为了多亲的李公子 伏见爱花好 熬夜温暖 谢谢 唱得还真好 以我这个非专业的眼光来看 我觉得唱得非常专业 你会唱黄眉戏吗 我不会 那所以我必须说 从这个唱戏的角度来讲 姐姐唱得比我确实好多了 而且很专业 用声非常的专业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用一道 职场情商课的题 开启对你职场能力的考核 来 假如同事总是跟你吐槽 他自己的家事 你怎么回应 保持中立吧 不会过多地去给他一些意见 还有没有别的想法 没有 今天其实我们是想来看一下 你这个的同理心 其实我特别想听到的答案 是假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会怎么样去做 那如果他是一直这样去做的时候 那你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不能只是用一个好人卡 来去做职场 而且你要知道 他总是跟你吐槽他的家事 这个总是你要思考 你在大家心目当中和眼中的定位是什么 首先的话 作为他的同事 并不是好的闺蜜 我没有必要去花大量的这个时间 还有精力去跟他分析 你这个家事好与不好 都怎样的去定义 你应该怎么去做 我觉得没必要 只是同事 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觉得我不给他这个意见 做中立 我觉得我没错 我现在想引导大家 关注到吕丁丁身上的一个优点 就是他其实有着很强的判断力 他的视频观也很清楚 但是他缺乏一个什么呢 外界的助推 就如果刚才你不点评那些 我不追加那个问题 他是不会说的 没错 但是我告诉你 晶晶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看到你真正行不行 如果你做酒店管理工作 就是同事总跟你吐槽自己的家事 你会怎么样 我会深度了解 因为一个员工的他的这个心情 他家里面会直接影响 他的个人的工作状态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问题 晶晶背后的那个闪光点 就是他思路其实特别清晰 其实这个题 我们只是感觉他回答了一句话 但背后其实是有非常清楚的 这个主导思路在里边的 我们肯定得在他的这个潜能 后面发现他对应的岗位 能胜任的那个位置 因为发现潜能 还能给他找到释放潜能的岗位 对 徐磊 《圆梦》专场迎来了这样的一位情况 相对特殊的女性求职者 你觉得这样的梦想 你支持他圆梦吗 首先还是要定义梦想 怎么来定义梦想 就是什么事情 现在在驱动你往前走 家庭和孩子 我觉得你在这方面 是有很强的职业动力的 这个是很多企业肯定会乐于看到 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你把包括旅游也好 跳舞也好 唱歌这些也好 要放在你生活里 有这个活种在 你就愿意往前走 你今天来的梦想可以总结成为 是你在寻求一个有长期职业规划的工作吗 对 同时做四份工 就会把你的精力分成很多点 我觉得我每样工作都会做 但是我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我想选择一样努力把这一件事做好 我觉得这才最优秀 这个就是我看完你资料以后 我觉得你身上最大的优点 你这个人挺清醒的 恰恰是你清醒 才会让大家对你的判断更清醒 到目前为止 你的状态非常好 十盏灯都还为你留着 有请各位企业家 根据吕晶晶前两轮的表现 最终确认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 晶晶 还剩下六盏灯 进入到今天的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那我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销售分线上线下 底薪是五千加 但是呢会有提成 在我们这儿你可以不用打四分工了 一份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 八速传媒给你的岗位呢 是副播 先以副播为切入口 从而呢再去进入做主播 底薪呢是四千加百分之一的提成 工作地点呢在广州 给您的岗位是首饰制作 给您的薪酬呢是四千加 可以解决住宿 国义集团文旅板块 旗下有民宿基地 工作地点在开封 给你的岗位是储备店长 工资是八千加 国义集团是做教育的 有自己的幼儿园和学校 可以帮你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 谢谢 好 郝瑞 对你的岗位是直播助理 然后呢你的薪酬是五千五百加 我觉得今天你给了大家很多力量 不管你选不选我入不入职 在节目结束之后 我都会送你一千块钱以上的 我们修图师整个系列的全部的产品送给你 而且谢谢你来到菲尼梦书的舞台 谢谢玛瑞 谢谢 金金啊给你提供一个电总的一个身份 确实我们河南现在没有电 但是你真的把我打动了 然后呢两个月的哈尔滨市港 然后市港成功之后你在哪里 我把店给你开到哪里 然后然后八千加的这个底薪 加上绩效加上你的丰喉 我觉得每年的年薪收入在十五万以上 谢谢 多好啊 如果你最后你选了你要去开店 以后我去吃你再让我免费啊 你今天这个局面是我帮你争取来的 打折 必须打折 打粉最幸福的 说半天还打折 你都不能给我来个免单卡 气死我了 但是这样的人工是我们需要的 对 看看最后又帮你们挖掘到一个优点 永远以企业的利益为重 来吧 晶晶 这回你就不必再骑着小单车 走在雨夜的郊外道路上了 向着光明 向着美好生活前进 在六盏灯当中只留下 两盏 请出发 加油 做出你内心真正的选择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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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还有灭掉一盏灯 还有灭掉一盏灯 好 吕晶晶回到台上 有请八岁和 居宏走上我们的进甲台 我们整个公司是一家 只专注于做直播这一板块的一个企业 百分之一的提成看着很小 其实你是了解这个行业的 你知道能给出这个提成 能直接给到的 它的量有多大 好 晶晶 你符合我们店总所有的要求 我觉得你有责任心 你有爱心 然后开朗热情 然后你有这么好的工作经验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们找工作 每天都是短视频 互联网 但是我想说它只是我们的加速器 和一个放大器 我觉得实体的未来 它能活一百年 它能活一千年 相信洪姐一定会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 好 接下来在八岁传媒 和洪姐穿成枪之间 二选一 计时开始 或者谢谢 再见 考虑一下 好 吕晶晶 你的选择是 洪姐 祝贺吕晶晶 也祝贺徐红 感谢八岁 来 和二位且加握个手吧 去吧 好 抱抱 谢谢你 抱抱 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 乖吧 抱一下吧 成功了 乖吧 多了你啊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去的时候 真的要给我打折啊 打粉碎性骨折 好 打库尔特粉碎性骨折 就别打我骨折了 再见 好 再见 也祝我们菲尼莫树越来越好 再见 我感觉洪姐不像是画大饼的人 刚才那么诚恳地跟我说 我觉得可能这点打动了我 会更多一点 我之所以就是说 我能这么坚强地去工作 去担任整个家庭的这个重担 我觉得我的妈妈给了我很大的职承 妈 你辛苦了 虽然以前我小时候可肥起 就拿回弄鬼女上电视了 可给你整广了吧 我爱你 好开心啊 对 我真的挺替李晶晶高兴 其实高兴的点不仅仅在于她 找到了一份适合她的工作 最高兴的是在于大家对于这样一个 脚踏实地的圆梦者 给予了莫大的支持 当洪姐说要把这个店 她在哪儿 洪姐把店开在哪儿 其实我是想对洪姐说句话 你不管开在哪儿 我肯定永远是你身后忠实的支持者 因为就在我家门口 我没理由让这个店开得不好 姐呀 你以后再吃多了的话 下一步就应该是那个健康有益去帮你 好 最直接的 这个店开店的时候 你录一半堵 你抽点汁就挺好 百分百注度 好 谢谢 加油 下一位求职者 马上就要看你的了 接下来先来看他的关键词 有头脑 怎么把别人评价我的话 放到这上面了呢 突然对他有点担心 我们舞台上经常有 高开低走的这种惯例 我特别怕看到这样形容自己的人 就是这个世界我在中间 然后你们都在我边上 就这种感觉 我反正挺担心的 对 我看到这六个字 心中他就是有一个想法 多希望它是真的呀 我肯定是真的 你这个话让我很莫名其妙 来 你要不信是不是真的 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 闪亮登场 王力 49岁 北京清工业学院 工业外贸专业 大专学历 各位起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王力 我来自北京房山 我的工作是园林绿化 我今年49岁 我的求职意向是教育研发 没了吗 没了 好 欢迎王力大哥 今天与其说是圆梦专场 倒不如说是制服专场 您这一身是咱们 圆林绿化工的日常工服吗 是日常工服 我怎么感觉 你们就要穿这身衣服 在草丛中的话 更难分辨你们呢 对 说实话 我们要与自然和谐 与自然和谐 融为一体是吗 是 您今天来找教育研发的岗位 是 有头脑 大智慧 是不是 您身边的朋友们 对您的评价 我没太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 但是我认为 漂亮 就应该这样 活出自我 但是我自己认为 我的这个没问题的 我下智慧 我挺有细心 那您是怎么个有头脑呢 这是不是得有一些 实际的例子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圆林工作 其中有一项工作是 打药 给这树木 就是说病床害防止 我们那个打药车 打着药的时候 它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人形横道不需要打了 但是它还会继续打 它会浪费很多药 所以我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大屏幕上这是您画的这个示意图是吗 对 我们加一个球阀 目的是什么呢 我不想打的时候 我一关 就关上了 就不打了 再一想打的时候 再一开开 又继续打了 但是这个打药机里边的压力会升高 安装一个安全缝 这个压力就先放掉了 您这个参加什么创新类的大赛拿奖吗 没有 去年就是刚那种研制出来 现在大规模应用了吗 没有 就是说还准备跟领导带机一部这个戳商吧 这是好事啊 王大哥这是没推广 还是一个都还没装 还是装了一个了 坦诚的讲一个都没装 一个都没装 那这产品其实还没验证过是吧 验证过 就是一个理论上可以 但是实际上咱也不知道 验证过了 验证过了 当时我亲手给他弄了 实现您设计的初衷了吗 坦诚的讲没有呢 所以说这也是我来的 没有的原因是什么 是您的设计有问题 还是说工艺上有瓶颈没办法突破 成功了 你不说没成功吗 成功了 这很简单这个 就是说很简单 成功了 是我听错了吗 他是说成功了 但是没有标准化量产 是这个意思吧 不用量产 这只不过就是一改进 给这个 我得改进一下 一个是球盘 一个是安全盘 一个是球盘 你今天怎么没带来呢 您带来装点药 冲我喷一喷 给我消消毒什么的 那我这车也可怕得大 太大了 不是说一个小家伙 所以我就想起来 我们企业家 学磊先生有一句话 你这个东西吧 有没有付诸实践 决定着我们对他的判断 因为这个定论 决定着您的关键词 有头脑 我在这儿 我也希望 就是说能够看到 这个打击改进方法的人 能够在我们园林行业 能够把它进行改进一下 为我们这个环境 为我们老百姓的健康 做出自己一份的努力 这个也是我来到 这个非你莫属的一个原因 挺好的 来我们给王立先生 一点掌声 挺无私地把自己这个创造 呈现给了大家 对 我觉得这个 如果加一个关键词的话 我们能看到叫大情怀 这很棒 但是王立先生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08年到11年做库管 公司搬家离职了 11年到12年做库管 公司裁员了 13年至今 在园林公司 月薪三千期 现在月薪有变化吗 基本就这个就是这样 就还这样 对 那您家里现在这个收入水平 整体怎么样 基本上我们家 靠我这一人工资吧 三口之家 三口之家 靠三千七的工资 我还有母亲 我母亲主要是由我大哥 这个在养着 你应该是老北京吧 对吧 所以住法这些没有额外的成本 没有 主要是吃用对吧 吃用啊 对 孩子多大的呀 孩子面高三呢 您爱人有工作吗 没有 家庭主妇 全职 他这句腰疼 就是干不了什么活 行 没关系 我给您解释一下 王大哥 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 大家注意看 王力今天来的期望薪酬 是一万 您现在三千七 您让他们给您一万 而且是教育研发这个岗位 我就得替人家问一句 您这六千三的差价 从哪体现出来 刚才这个没展示出来 接下来有没有别的展示 就是说这个 当我的孩子念小学的时候呢 我看他那课文 感觉出很多新的东西了 比如说这个木兰从军 花木兰上战场 有可能会牺牲 所以说命都不要了 从这个故事当中 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我们应该学习 花木兰那种 为了尽孝 敢于抛弃一切的那种尽孝精神 下面对于这个 我想这个提一个思考题 就是说那个 出给他们 出给各个企业家 也是出给我自己 实际生活当中 这个都哪些行为 是孝的行为 我们还要遵循什么样的 这个原则 能够行出孝道 我这一扭声才发现 灭了三盏灯了 那就先从这灭灯的 三个人开始 你们先回答一下 求是者的问题 来先从徐红开始 我觉得顺就是笑 就像前两天 我妈妈说一句话 然后我就特别愧疚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 特别忙 我飞来飞去 然后她后来 就跟我讲了一次 她说的 你能不能下飞机之后 你给我发个微信 告诉我你安全落地了 然后后来我也在反思 我觉得可能对于父母来讲 可能我们的一生报平安 对她来讲就是很孝顺 而不是单纯可能经济上 给她更多的这种安危 我觉得有一句话吧 就是爱她们 就给她们想要的 而不是你想给的 八岁呢 我一直以来 自己正在做的呢 是顺而不从 即是笑 我会顺着她们的 所有的心意去走 我也会花时间去陪她们 不去改变她们的认知 让她们更快乐 我可能没有那么沉重 我跟爸妈相处就是 直接快乐 可能会需要沟通 甚至会有争吵 但最后我们回归到一个点上 就是我们认可彼此的爱 在这个基点上往前走的 一切都是笑 我觉得 我认为 说的都很有道理 都有自己对这个笑的看法 每个人可能 跟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那您提问的初衷是什么 这个更有思考价值的一些问题 然后您也能不能讲一讲 您认为什么是笑 我认为的笑 就是说 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心中要实时装有父母 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不要让父母 为我们担心 害怕 丢脸 然后呢 他们仨回答的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我感觉 没什么问题 那就是说我想请教您的是 您怎么样来评估我们的答案 是否正确呢 这个就是说我有我的看法 您有您的看法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您的看法 因为这个是一道题 那你是不是得有一个答案 来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评估这道题 占给几分 是这样吗 就是说我在说呀 您没听啊 还不到一分钟呢 我认为很多人对这个 我自己认为 我对这个问题理解 还是说 我稍微就是说 怎么说这明媚 就是说明媚一些吧 王大哥 我要再不打断你 我就急死了 我这听完特别懵 刚才聊的那个事呢 是说为什么三千七 能养这么一家子人 您就说到 木兰从军 因为看女儿这个书 然后就到了笑这个话题 我就想把这个笑 让大家都知道 怎么样做 还是行出笑来 怎么样做不是笑 所以您是不是 还是在说大智慧这件事 对 我们就想梳理一条线 是您在说 刚才我已经 大智慧这件事 对啊 这个笑的问题 我已经梳理开了 就是说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要实时装有父母 不让父母担心害怕 其实对于您 恐怕看到现在 观众朋友们 基本明白了 袁林工 但是想做教育研发 所以我现在就给您时间 您展示一下 您对他的认识 然后看看他们认为 你的认识值不值 这一万块钱 五那六千三的差价 我说明白了吗 说明白了 就是说 我还想就是说 说刚才那话题 因为我想说透了 知道吗 你是来干什么的 你是来找工作的 对吧 咱这不是茶话会 咱们也不是沙龙 咱们现在就看您 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 至于看法台下可以交流 其实这个教育研发 我觉得很多都不接地气 说实话 当时我还 我们还准备了 另一个一些节目 但是说因为时间问题 没有说 我灭灯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说话 他听不见 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 跟一个听不见你声音的人 是你永远叫不醒 一个装睡的人 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我今天你全场都在说 治国平天下 但是你自己做好 自己家里点滴的 那一点点的事了吗 工资也没有在一个岗位 给它延伸下去 就在想去平天下的事 拿了一堆大道理和大词 试图影响我们 还让我们来回答很多问题 我觉得跟着这个对话跟下去 我自己的框架就会 完全地混乱掉 所以我就直接就灭灯了 王先生 其实您的出发点 我们已经听明白了 实际上您想表达自己对于教育的一些认识和认知 您知道您说的教育研发具体做什么吗 好问题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这个没做过这方面的 那你就不负责任了 你的职位是教育研发 你没有慎正地考虑这个问题吗 我来的初心呢 就是说我看我 就是说这个故事当中的小故事 大智慧 这个究竟就是说 能被这个企业家认可不认可 是这么一种初心来到这里 您连教育研发都不知道 您就在这上面写 教育研发一万块钱 不是谁对教育有想法 就拿出来去做教育研发 就是说我觉得吧 您可能说的也对 用大众人的眼光来衡量人 这也对 选手在自己的生活工作里 是有自己的思考的 那包括他做的那个小的技术改进 我相信他在这个领域里 有一定的价值和逻辑 但你在教育上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看来都有巨大的问题 是因为你一直在信息减房里 就是因为你接触到的人群太窄了 导致你的思考觉得已经可以做教育 而这点它肯定不是梦想 甚至连幻想都不断 其实是你的一个梦 因为你接触到的人群太窄了 导致你的思考觉得已经可以做教育 而这点它肯定不是梦想 甚至连幻想都不断 其实是你的一个梦 上午谈的那个词最好 这是一种妄想 自我的认知的一种妄想 很没意义 其实我建议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好好的研究 争取把三千七升到四千七 让家里的生活好一些 那样的意义更大 大家打开她的报名表 看一下生活或工作中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哭了 我忘了什么原因 我就对她说 丫头你越哭越难看 越笑越漂亮 结果孩子马上就笑起来了 这件事其实我觉得 能够展现出你作为父亲 你很温情的一面 但是我看完这段话以后 我隐隐约约觉得哪儿不对 两个字叫主观 也许您的这些东西 对待自己的女儿 和她的孩子 没问题 但是走出这扇门 很多孩子的家长 把他们的孩子 交给了您 去学习您研发的 教育的课程 您要对这些家长和孩子的 一生负责 您今天的表现 别说六千三 您能不能干这活 结果说明一切 观众心中自有公论 我觉得您来 这是您的权利 您通过微信公号报的名 对 这是您的权利 但是我也要说一句 我们今天是圆梦专场 大家在社会上行走 靠的是本事和能力 要靠社会认可 永远都不能 拿着梦想做旗号 给别人洗脑 给自己开路 那我觉得是 对于梦想这个词 最大的贬低 有些梦可圆 但就像月亮一样 有些梦不可圆 您说这个月亮 刚才就说这问题吧 刚才其实 我在我准备当中 是有这个月亮的问题的 就是说初心 这个就是咱普通人的 初心是什么呢 就是说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那我真的觉得 我做得太明智了 然后呢 我没有让你去展现 你对于月亮的思考 我真的觉得 我再一次 碗狂拦于祭导 大老师 我觉得刚才那句话 你说我没想起来 你叫不清装睡的人 我觉得我没说错 他不是装睡 他真的听不见 没听见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谢谢各位提供 谢谢主持人 我认为就是说 我没有做过研发 很多人肯定对你不认可 这很正常 我看到了我的不足 真正说 就是说如果你改行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很难的事情 而且说再有没有这个 相关的专业的这种很多东西 其实很难的 无论是招聘还是求职 我们都要考虑 以下的核心的问题 第一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二 将与谁一起共思 第三点 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第四点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第五点 如何考核 第六点 能够给予什么样的知识 第七点 大家能得到什么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聘 2010App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也想通过 非你莫属节目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 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全聘 sensible ども 伍伍伍伍伍匠7.com midinsanart 伍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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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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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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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